现在民众当然仍然最大的愿望 六成的民众希望赶紧下架民进党 可是你看看这个民进党 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的 开房这件事情 还要特别来做文章 说你们这个蓝白 在那边开房开不成 对 因为对比你们民进党 开房这么熟练 这个没有影射性 这个是粉砖化的图 不代表本台立场 所以要在此声明 他说这个进房格局的差别 有人当然是比较熟悉 可能比方说是澳门的身影 或者是租房的身影 我们只能讲到这里了 那这个不熟悉的 就会变成分手擂台 那当然反正事情都翻篇了 人总要往前看 现在倒数两个月的冲刺 那当然就是要聚焦 是不是下架民进党这件事情 那我们看到民进党张化线 他们讲说 女力战队适施 然后郑文灿也站台 那他讲说呢 现在这个四位女性立委的参选人 合体宣誓要成立这样的女力战队 那他就讲说 现在非常士气高 要整军出发 但问题是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一个 开房格局的差别 的确啦 就是这样的影片 到底是不是这个 我们燦哥呢 我们看到 那个洪威姐 问了好久好久 我们真的是每天 骂扰洪威姐 就说现在这个 这个刑事局啊 那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后续 都没有 都还在摆烂 这是洪威姐的讲法 那所以难道 我们只能看到这样子 爽歪歪 这样子被 拉拉队举起来 然后这个民进党 假党假替 或者是说 这种开房间 开得很开心的这种场景 继续下去吗 大家真的不愤怒吗 不想下架民进党吗 那还有这样子的官员 也要继续嚣张吗 比方说像薛瑞元 还要跟医护来读读看 说看看三个月之后 是你不在 还是我不在 这种讲法 他讲呢 他说陈玉凤 就是这个护理师 讲说 你们说三个月要开一次会 那三个月后还会是你吗 他讲说 那时候陈玉凤讲话 有点半开玩笑 说三个月后 你都不一定是部长 所以我也才半开玩笑 跟他说要读读看 可是人家 陈玉凤跟我们不是这种感受 我有看到新闻有还原 就是陈玉凤访问的 他说薛瑞元根本说谎 我没有跟他开玩笑 我是很认真慎重的在问他 为什么这个问题 三个月后才能够回应 薛可以帮我表述 你这个是什么插华部长 所以反倒引起了 护理师工会这一边的一个愤怒 护理师代表的愤怒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在绿营长期执政的地方是烂到根去 比方说像高雄环保局也爆出了弊案 有季工还可以海捞2.6亿 还黄金可以藏在家中的天花板 让人家看得这个瞠目结舌 这个寄工都可以这样子跟厂商勾结来篡改城市 10年这样赚2.6亿 那现在被抓到两个人判了12年 然后甚至是11年这样的一个刑责 但是2011年我们时间倒转回去 那时候是陈玉在执政 另一方面台南这里 丘利利郭在清 这个光电炉渣的挂钩 黑金会选 还有陈凯玲涉嫌这种被招待 然后甚至还买情趣娃娃 以及陈忠彦 小云有空吗 这些事情都没有解决 那如果不解决不用选票下架 那这些事情也不用想着要解决了 我们来问一下杨明哥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2024的大选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不管今天你在野阵营要不要互打 我都期待两边 这个不管是柯文哲阵营 还是侯友宜阵营 国民党民众党 好好的把民进党这八年 应该说七年多来的 整个执政做一个总检讨 因为他们现在是嚣张到了 刚刚是讲的是选举过程的嚣张 现在是他们连执政的政务官 这些不选举的人都很嚣张 就比如说像薛瑞源 他过去 他前一阵子才讲什么 立法院什么西郎骨头都有 结果他就被媒体报导之后 他说我是回到故乡 跟我们的乡亲用母语来讲话 所以这不是贬义之意 你去问问所有的立法委员 哪一个人听到这句话不会生气 好 这一次又来了 跟这些护理师沟通 你们读读看 看以后的部长会不会对你们比较好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薛瑞源部长他 虽然他是罕见的 有医师律师双师资格的 这样的一个政务官 但是请多一点医师的关怀同理心 少一点律师的这种好变的这种性格 当一个政务官最重要的是要爱民如子 你所主管的卫福部 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的让医护人员 像比如说这一次的护理师的 相关的待遇的调整 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而不是成口舌之快 那到底是谁让他这么嚣张 因为他是新潮流的人 薛瑞源他是新潮流的人 就是这样 所以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这一次的2024的选战 很重要的就是民进党已经执政了 7年多将近8年的时间 而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管有没有什么开房间 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乱搞的事情 通通拿出来检讨 现在他们要去检讨 反而是执政党要来检讨在野党 你知道吗 他们会说你在野党怎么样 可是他们执政党做了坏事 他们都会说没事 这个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的这个叫充满台湾价值的选择 而你们在野党 这个就是亲中卖台 所以只要是反中 就算做坏事都可以原谅 如果我们的国家 变成这样的一个水准的时候 我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悲哀 至于像高雄环保局这样的一个案子 其实它当然跨了很多的年份 大概长达10年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很难想象到底基层要烂到什么程度 才会变成这个模样 那这些长官们难道都没有去监督 都没有去查核他们的这些 所谓的过磅的这些记录吗 所以到后来 可以让他们有这么长的时间 可以上下其手 到现在才被抓到 才被判刑 这就是一个城市 长期被一个政党执政的后果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城市 都不应该被一个政党长期执政 我们中华民国 在有了政党轮替之后 每个政党 不管国民党 民进党 目前都是八年 八年会换一轮 而这一次民进党要挑战 就是要打破这个所谓的八年魔咒 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会让他打破 可是我真的期待不要让他得逞 所以其实你看整张我们的CG版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已经可以秀得到 未来新潮流如果执政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看这所有的事件 看过去一个共通点 就是新潮流 从城局新潮流 到薛热源他其实就是 八九年前那时候潘孟安 当第一任市长的时候 也是把薛热源给拉拔起来 再到大阿哥 这个政党餐 不也是新潮流吗 那我们来问一下宇轩 所以可怕的不是赖清德 可怕的是赖清德背后的新潮流 而且新潮流不只是 把整个国家吃干妈净 就是连他们自己 连在党内都有意见 连民进党的人 都不一定有办法接受新潮流 所以你光是从赖清德的部分去民旦 你就会看出端倪 为什么其他各个派系 大家如此不满 连蔡英文的爱将陈时中 都没有进去 就是因为新潮流要赢者 整碗胖去 但回过来我讲到说 我们陆陆续续来看 这些争议事件 我倒是要替第二张图的 王定宇澄清一下 因为王定宇没有开房间 王定宇是租房子 他是访客 他有花钱 然后好好的承租 长期承租 所以不要误会他 但是有趣的是 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些事情 有极大的讽词跟反感 因为理由很简单 民进党嘴爱比如说谈到性别意识 性别平权的时候 上这种统治大游行的时候 赖清德也冲第一线 但你冲完第一线之后 大家掉你过去的画面 你却说 这个讲说同性恋是会导致 这个艾滋病的一个主要成因之一 你却又讲出这种高度歧视的话 与此同时你要说女力崛起 但大家看到是当 范云遇到了党内种种的性平正 一个事件的时候 却又闭口不谈 其实真正最大的问题点是在这里 是你的双重标准 更遑论说包括 郑文燦 然后我们陆陆续续爆出来这些事件 是谁踢爆的 不是国民党踢爆的 是因为民进党内斗内行 先前为了抢部分区的名单 比如说我也要拉下林楚音 然后特别去打梁文杰等等的 但最后大家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光是你们为了 党内的利益分不平 所爆料出来的内幕就有这么多 而他只是冰山一角 那你实际下挖到整个民进党底下 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数量 会不会是五倍 十倍 甚至更多 只是都没有摊在阳光底下 回到薛瑞远 薛瑞远这个人他其实是 继承的城市中他的一脉相承 现在民进党的政务官 他要求的东西跟大家思考不一样 过去政务官要求是什么 专业能力 不好意思 比如说你在卫福部 你要针对你相关的医疗也好 比如说你的药师 你的相关的健保给付 你要很懂 但现在民进党他只在乎一件事情 党性 比如说像薛瑞远 比如像陈思忠 他只要能够给予他的党性够强 也就是战狼 他就可以继续留任在位上 就像先前王美花讲 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 都会被攻击吗 因为是大陆想要认知作战 觉得我们太会讲话了 所以要把我们给换下来 这是王美花的逻辑 所以我就反过一件事情 当这些官员从新潮流 到现在这些政务官 如果说全部都只是为了民进党福音 而且也不要求他的专业能力 只要求说 你只要对民进党 帮民进党捍卫 帮民进党购会讲话 只要每天可以把抗中保台 这些口号 朗朗上口 但各位 他们是官员 他们是政务官 他们不是立法委员 只要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就有办法交代过去 更遑论我们刚刚讨论到 最重要一件事情 这个叫做行政系统的表现 但可怕的是新潮流深入 从国营企业 到整个国家政策 到整个能源政策 甚至到整个各级市政府 蚕食精吞 我就问 支持爱心的就是自信心潮流 不只是你愿意买单吗 连民进党内部 恐怕很多人都不想要 再看这种状况下去 好 梅娅姐 我觉得南部 长期民进党执政之下 真的是那个根 我觉得都烂掉了 所以这一次大家 2024一定要出来投票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 这么希望政党轮替 我再举几个例子 刚刚听到就是说 光是一个季工 它可能就可以海捞2.6亿 那大家还记得庆付案吗 一个公司 它居然可以在不到 一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从高雄银行 办了17.6亿的 这个叫做履约保证 它可以就合可 那一般的人 连去办一张信用卡 我想都至少要 两三个礼拜吧 但他们可以 可以这样来做事情 那再以高雄来看到 就是一样 譬如说韩国瑜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标榜的就是 陆瓶 灯亮 水沟通 可是为什么一样的经费 到了陈其麦当市长以后 这些本来 韩国瑜时代不会淹水了 结果他来执政以后 又开始淹水了 而且韩国瑜的时候 那个登革热有得到了抑制 但是现在 登革热在高雄又再次爆发 只要民进党执政 这些经费到底有没有落实 真正用在这些 该做的这些公务品质上面 我想现在人民 都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有比较就有伤害 大家才发现说 奇怪了 怎么民进党执政之下 吃香喝辣的 都是跟你民进党有关的人员 大家也应该都还记得 在鸡蛋的事件 我也出来踢爆 高雄真的有发生 这个臭黑的鸡蛋 那我也出来开记者会 但是你看在别的县市有人说 他不过发个脸书讲说 有看到打那个鸡蛋 进口的鸡蛋 可能黑色的 结果不是就被 被民进党网军就出征了 甚至被用什么 设为法 就把它移送了 所以跟我陈琴的民众 他很害怕说 但是我在高雄 真的就是有买到 这个臭黑的鸡蛋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高雄 还有几百万颗 几百万颗的鸡蛋 去向不明 但是市政府到现在 还是没有给我们个答案 陈琴麦说 这个就是交给检调去调查 那我们就很纳闷了 当政府一直告诉我们说 你们把关好食安 你们有做好相关的清淤 你们做好相关的这些 人民关心的民生的议题 但是我跟大家讲 青年最关心的 还有一件事情 叫做社会住宅 而陈琴麦 他自己动工并完工的 社会住宅是零 南部首座的社会住宅 是在韩国瑜任内所完工的 那我在这边还是要讲说 就是不要再宠坏民进党了 这一次一定要政党轮替 就是因为你长期让他们去执政的话 所有的好处都是他们捞走 那你再想想看 现在台湾的年轻人都面临了 低薪高房价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认为说 一定要政党轮替 因为大家已经觉得说 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人家